我只能说 人各有智 这是已经退休的玛华领袖 说实在的 你说庞牧 他应该是属于草根领袖 这正常多年 你说真正在中央有党值的 应该只是刚才你讲的前任总 我们尊重他们的决定 人各有智 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这一个方向 既然他们已经选择不跟玛华在一块 我想我们的玛华这个政党 还是继续的向前种勇往之权 公司节在好多年前已经退出玛华 所以我们对于党外人士参选 我们不一致凭 庞牧师前几天才退党 为了代表国门参选 那我们祝福他了 反正是前童之一场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至于那些选择不跟党在一块的 我想我们就没有必要 再给任何的附加的评论 谢谢 陈德卿选择一把新秀 在槟城给人一个可以说是崭新 或者让人更有新鲜感 让一些年轻的这一些有素质的 这一个候选人能够参选 我想作为一位资深的这个副总会长 他是要协助这些年轻人能够在这个槟城有一番作为 我想对于他这一个决定我们尊重 至于郑联科 因为他已经是 算是政坛的老将 曾经担任过三届的国会 三届的州议员 第二届的上议员 又是宣任部 他已经决定 既然这个选期观担跟这个 印尔玛格德交换 他选择说让新人在印尔玛格德 不属于他的聚会 让新人他会协助新人 希望能够胜出 也对两位这个马华副总会长的 这一个决定我尊重 那么另外一个妇女主主席 他也决定不参选 他本身也担任过了两届的上议员 好 好